梁家辉曾经是香港短跑记录的冠军 是同班同学 在訓練三個月以後, 我們就要上戲 去演一些小角色 在一個電視劇叫天王群英會裡 就能發演一個賭場的老闆 梁家輝演的是跟周潤發的馬仔 當時為了只有三個字的台詞 梁家輝想了很多造型和動作 把帽子拉低一點 把手放在皮褲裡, 像隨時要拔槍一樣 但他所有的設計全部被人推翻了 正當劉德華的神雕俠女 在無線熱播走上燦爛星圖的時候 那時候梁家輝就拿到一張解藥書 由於反叛的性格 梁家輝上了九個月的訓練班就離開了 雖然當時他在班裡 成績是名列前茅的學員之一 但他很清楚自己 對演員的前途沒什麼幻想 和一個電視台千八年約 將自己困在這裡 並不是他對自己的職業的期望 他覺得自己更年輕 應該爭取自己的自由 去看多些其他的事 做多些其他的事 當時梁家輝正正追求一個 漂亮的封面女郎 李電郎 沒想到竟然被女孩子的父親看中了 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漢祥 那時候李漢祥正在這裡囚拍電影 垂簾聽證和火燒原命園 他發現這個和他女兒拍拖的小伙子 為何會這麼像歷史圖片上的 涵風皇帝呢 因為言語不通 梁家輝做了大半年的龍人和啞巴 靠手勢、鞠躬鞠躬鞭 建立了最初的社會關係 跟劉曉慶配搭也嚇了他一跳 每一天在現場打開劇本 梁家輝的是乾乾淨淨的印刷劇本 而劉曉慶的就是寫滿了字 做足功課 看著對方為了演戲這麼賣力 梁家輝覺得自己也要做足功課 但是他就將李漢祥大導演激死了 李漢祥罵梁家輝 我要捧你做明星 你就去做演員,沒有出色 在李漢祥的眼中 明星是要愛惜自己的聲譽 要有風範 這是邵氏的傳統 但是梁家輝就偏偏喜歡 接一些智慧形象的角色 不惜扮醜角,做反派 有些演員在大導演的眼中 就是一個明星,不需要演戲 鏡頭放在這一邊 牙五步,轉回頭 直接看鏡頭 給一個眼神,就是影帝 但是梁家輝追求的路並不是一樣 他希望知道 為何需要這個回頭 這個回頭的眼神裡面 是表達什麼呢? 演戲的時候 要跟觀眾交代什麼呢? 自己要經歷這些角色 所經歷過的事 而不是很沙眼地 把對白說出來 他很怕重複 希望在角色裡經歷更多的人生 1983年的電影《垂簾聽政》 是一部歷史片 這部片以英法聯軍火燒原明原為背景 講述了慈禧從被損入宮到垂簾聽政的故事 在這部電影裡 梁家輝的戲份只有前四十分鐘 但是在這短短的四十分鐘之內 梁家輝憑著他的文藥、魚雅的自身氣質 加上和年齡極不匹配的成熟演期 將一個體弱多病 行張就木的皇帝的複雜心理 刻畫得三分入目淋漓盡止 26歲的梁家輝 也憑著這部電影出色的發揮 獲得了第三屆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的稱號 成為金像獎史上最年輕的影帝 這個紀錄一直保留至今 沒有人可以打破 而且這部電影也只是 梁家輝參演的第二部電影 當時的香港電影圈 已經忘記了這個 只有片刻露面的龍徒 面對這個已經學了一口 普通話的新人 大家都說 李漢祥捧了一個大陸演員 而在一名驚人之後 梁家輝並沒有像眾人預期一樣 走上一帆風順的星光大堂 反而還被人封殺 陷入了演藝事業的低谷 一時間影帝沒有工做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電影《火燒原明源》 是大陸和台灣的合拍片 加上當時大陸和台灣的關係很微妙 香港電影很大的發行市場是台灣 幾乎所有電影的資金都是來自台灣 當時台灣有一個規矩 凡是在內地拍過電影的演員一律封殺 梁家輝一下子成為大目標 台灣公司要他寫悔過書 他不肯 寧願沒有戲拍 都絕對不可以彎腰低頭寫悔過書 於是 在台灣 凡是有梁家輝演出的影片 一律不准入戲院 失去台灣這個市場 沒有戲拍 沒有一間公司再敢找他 為了賺錢 梁家輝和朋友在街上擺電探 不怎麼樣? 沒戲拍, 你就要改行 我覺得那個時候 影帝這個行還給我帶了一點好處 因為很多路人路過的時候都說 這個…你是不是… 我說我是, 請看一下 結果原來買一套 結果後來就變成買三套 在銅鑼灣叫賣自己做出來的皮手額 有些顧客很好奇地上去問他 你跟那個演戲的梁家輝 真的很相似 他就笑著回答 我就是梁家輝了 那時候梁家輝還年輕 沒有生活負擔 沒有家庭負擔 也沒有心理負擔 不會覺得舞戲拍是一個低潮 他從來不認為那段生活不堪回首 作為演員 沒有戲拍或低谷 但是作為一個人 怎樣的生活都是經歷 其實在我二十幾年的電影生涯裡頭 我對每一個人我都感到 不管是一個導演 一個演員 任何一個人 害過我的人 幫過我的人 正因為這些教訓 讓我有一個非常多姿多彩 是一點不平凡的演員人生 2014年9月 網絡上出現了一篇 《為甚麼那麼多人?黑周星馳》呢? 這篇文章將周星馳推到風口浪漸 沉迫了很久的周星馳 再次成為輿論的招點 爭相討論的人物 那篇文章披露了周星馳 和某些圈內的人士的恩恩怨怨 還藉指某個電影大亨有黑道背景 眾多明星、導演紛紛列隊 關於周星馳的爭議一時間甚囂塵土 面對風波,周星馳不憎不辨 但是他的粉絲就個個都站出來 為他搖旗立喊,支持偶像 周星馳開闢了香港 無厘頭喜劇電影的先河 無論飾演被國家遺忘 做了豬肉佬的後備特工 明明七 在街頭周垃圾的少林戴力金剛腿 在街坊福利會開門口的混天神 賣身華府遺盧的唐伯虎 以至街頭招搖撞騙的小古話 周星馳也表現得入目三分 令人捧覆大笑之餘 還可以領悟出一些人生助理 地下層小人物,努力奮鬥 也可以成功 正如周星馳在電影裡 經常說的一句台詞 做人如果沒有夢想 和咸魚有什麼分別 人沒有夢想 和咸魚有什麼分別 他的成長之路本身就是曲折而辛酸 周星馳的電影生涯 由做Care les Faires開始 當他同期出道的偉仔 和華仔大紅大紫的時候 他依然是一個 直直無名的小人物 內地傳媒訪問過周星馳的時候 問起他剛出道時 會不會被人嘲笑呢 他答說 連被人嘲笑的資格都沒有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出鏡的時間實在太少了 1980年 是目前周星馳被找到 最早做Care les Faires的時間記錄 之後長達八年的時間裡 周星馳除了在無線藝員訓練班上課之外 基本做了三件事 兒童節目主持人 發了幾部電視劇 以及大大小小的Care les Faires 1988年 周星馳演出了真正意義上的電影 霹力善風 還得到金馬獎最佳男配角 1989年周星馳相繼演出了 《龍在天涯》 《二膽群嬰》等等電影 但是飄防和口碑都不是很好 1990年上映的《倒性》 是周星馳的成名之作 周星馳憑著這部電影聲明大噪 還走上無厘頭喜劇風格之路 接著幾年 他連續主演了一系列經典電影 譬如《倒合》、《新精武門》 《桃學威龍》、《鹿鼎記》 《武藏猿蘇黑衣》、《唐伯虎點秋香》 《九品芝麻官》、《國產007》 《大話西遊》等等電影 周星馳終於脫胎緩骨 由Care les Faires變成了大牌明星 在電影裡周星馳豪放不羈、幽默風趣 但是在現實生活之中 周星馳的性格竟然截然相反 甚至兄弟和女人都紛紛離距而去 現實之中周星馳不善辭令、性格內斂 電影裡的喜劇之王 在娛樂圈並不是太受歡迎 李力池評價周星馳 做戲和做人是兩件事 洪金寶指責周星馳 不可以只當自己是人 其他人都是狗 王一飛露斥周星馳 太自私一心向前 電影令周星馳賺到盆滿撥滿 也令他陷入困境 不近人情 賀黑似乎成為周星馳的標籤 和比以前拍檔指冊的最大罪狀 拍這場戲的時候 吳曼達當日發燒感冒 狀況很差 為了達到周星馳的要求 在現場不斷NG NG了幾十次才會不患 喜劇之王的導演李力池說 我從來沒見過吳曼達 NG這麼多詞 讀對白讀得這麼口疼疼 NG做了三十幾次、四十幾次 原因 原來他因為趕飛機回來香港開工 還發燒感冒 當時的環境又不可以不拍下去 我覺得他非常可憐 完全不夠精神 完全不在狀態 無法記住對白 但是周星馳和我 又沒有因爲感而降低尺度 結果NG了幾十次之後 我也忍不住走開 讓周星馳跟他拍下去 錢銀也是其次 問題是演技能否發揮? 沒有發揮 吳曼達、李力池、黃禎等等 很多曾經跟周星馳共事的人 如今都傳出同他不和 有 我非常之尊重他的演技 但我不是特別是他為人 但是我不跟他 我只不過在工作上 我覺得不容易再合作 但大家見到面是有辦法談 也都沒什麼 只是普通朋友 人與人之間有緣分的 不合談就沒談 紅遍大江南北的紅金堡 靠的是穩紮穩打 而在同一時間 另一個人正在以勢不可擋的姿勢 一路扶搖直上 迅速成為一夥耀眼的功夫巨星 而這個人不是愛人 而是以前的同門手足 曾經是他的徽夏大將成龍 這對攜手闖蕩演藝圈的好兄弟 竟然爆出不和的傳聞 這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80年代成龍迅速喘紅 成為影壇 可以和紅金堡並肩的功夫名勝 當年紅金堡 連第二屆和第三屆 之後每屆也有作品入圍 而早在上世紀70年代 成龍就曾經是洪家班的一份子 他們兩個人也合作了很多 繪迫人口的電影 慢慢成龍也成為 可以獨當一面的功夫名勝 之後成龍組成了自己的 武師班底成家班 成家班雖然是後喜之秀 但是崛起的速度勢不可擋 沒多久就可以和紅家班一齊 在功夫電影界評分秋色 80年代的香港影壇 大家叫成龍大哥 叫紅金堡大哥大 大哥大的號召力 體現在哪裡呢 1986年拍《富貴列車》 幾乎所有香港片場都停工 那些明星都跑去紅金堡客串 振用龐大 震驚了當時的電影圈 而在之前的電影《夏日復星》裡面 也有近八位香港明星跑來客串 成龍、曾志偉和劉德華 都情願在裡面做配角 可以說在香港電影歷史上絕無僅有 我看見那時候的紅金堡 他朋友遍布整個香港 有句方言說得好 一山不能藏二虎 那時候的功夫電影界 就是紅家班和成家班的 雙紅對峙局面 但是他們越是不分高低 就越是要給一個高低 每年的金像獎頒獎典禮 就成為了紅金堡和成龍 最重要的時刻 那麼難允許 也會選擇 但是在中間 這超級手段 更少後的電影 是不夠長的 因為在這三位 很多電影 又是 散 這是 地 《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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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台詞 無論喜愛或喜愛 似乎是法治內心的 由於雙方的競爭 進入了百業化 有些片商趁機炒作 將他們的矛盾大肆地宣染 再加上媒體加嚴加醋的舖道 兩個人的關係 似乎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那洪金寶和成龍 這兩個同門師兄弟的關係 究竟是怎樣的呢? 就在《流言四起》 風波不斷的時間 電影《七小福》二軍突起 影片以當年的《七小福》為初型 重現了他們辛苦學藝的歷程 和《七小福》之間的手足之情 電影《七小福》 洪金寶演出 至少最憎最怕的老師 于占元 這是他少有的文藝片 亦第二次獲得了 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男主角 身為《七小福》之手的 洪金寶大師兄 就連成龍大哥 也要記錄三分 而圈內人士都知道 成龍的功夫 大多數都是洪金寶所傳手 兩個人不僅僅是師兄弟 更加有師徒的情意 《七小福》之手 《七小福》之手